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45年来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 系统性重塑 整体性重构 奋力走好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 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洁动力 这是当下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拼搏向前的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 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22年超过121万亿元 过去十年间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 始终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自2017年起连续六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022年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14.7% 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长至2022年的36883元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 改革开放45年 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深圳得风气之先 再次见证新的出发 几天前 国务院正式批复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深圳前海将进一步丰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十年来 全面深化前海改革开放 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805项 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87条改革的典型经验和做法 2012年12月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首富地方考察 第一站就来到深圳前海 在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判断 呼吁全党上下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做到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一年后的2013年11月 党的18届三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直到思想 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论断 科学准确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定位和重大意义 左眼怎么改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和路向图 科学方法和有效路径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 推进到新的广度 新的深度 以全新的思想引领了这场伟大变革 然而 改革越向纵深推进 遇到的问题与矛盾就越深层越尖锐 在所有改革中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以批批硬招 实招击中要害 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创新驱动 转变发展方式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减政放权 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扩大内需 实施乡村振兴 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哪里有瓶颈制约 哪里就是改革的主攻方向 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突破 市场活力喷涌而出 市场主体总量从2012年的5500万户 增长到现在超过1.8亿户 民营企业数量翻了两番 经济体制改革紧锣密鼓的同时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激活春水 社会体制改革持续创新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步履铿锵 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刀阔斧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扎实推进 到2020年底各方面公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 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 总体如期完成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局面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经济总量从54万亿元增长到121万亿元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神州飞天 祝荣炭火 西河竹日 北斗足网 蛟龙下潜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第一大国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 跃上新台阶 统筹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 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加速形成 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改革永远在路上 新征程上 14亿中国人民正团结在一起 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 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 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